踢了一场球,得了一个红牌 关浩金被广州队开除 事情发生在亚冠赛场上 广州队的关浩金 与对手争抢球权的时候同时到地 没有抢到球权 结果他一脚踢在人家的脑袋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的漫发 拼死向前抢夺球权 这种拼搏精神我们一直是提倡和鼓励的 我们赞扬的是这种拼抢的精神 但是没有抢到球 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 问题是到地以后 你怎么可以去踢人家的头呢 从关浩金的角度去看 那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足球到底在哪个位置上 实际上这个足球是在对手的小肚皮那款 关浩金看不见 看不见你就用脚大力的去踢人家的脑袋 难道是把人家的脑袋看成了足球了吗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足球是滴滚圆的 黑白相间的 跟人家的脑袋大小是差不多 但是形状颜色完全不一样啊 这一脚踢过去 并不是争抢皮球的时候 动作太大收不住脚 非常明显这是一次故意的伤害人家的身体 手段野蛮粗暴 这就有违足球比赛的体育精神了 背叛红牌一点问题也没有 随后足球报记者李璇说 这说明广州队对球员和亚冠上的表现是有要求的 但是希望看在球员大赛经验不足的份上 给关浩金一个改过的机会 我觉得参加国际比赛 我们当然是要赢球 赢不了球 那也只好输球 输球不能输人啊 既然广州队对队员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的 我们应该支持广州队依照规章制度 对违规的球员进行触发 至于说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我觉得可以给 也可以不给 这是广州队的内部的管理问题 我们应该尊重广州队的管理权限 我们应该尊重广州队的管理权限